民众党总统猜选柯文哲的粉丝见面会 今天晚上登场了 当者将近5000位柯粉的面 他承诺绝对会选到底 破除侯科肺的传言 并且还开国民党换侯的玩笑 柯文哲说到时候他的对手也不一定是侯友谊 并且批评他不应该落跑去选总统 而谈到如果当选总统 柯文哲强调会由国会最大党来推荐行政院长 首度松口不排除与蓝绿合作组阁 将近5000位支持者涌入柯文哲见面会 粉丝高举力排相挺 柯皮也当着柯粉的面做出这承诺 台湾民众党都已经提名我了 现在要怎么处理 一定要选到底 直接换灭国民党侯科培的妄想 组阁热线看来也是没有的事 主席有跟朱立伦通过电话吗 没有 至少在总统选举 蓝白没有合作空间 国民党会这么紧张 除了主帅侯友谊选情拉不起来 还要面临郭董来势汹汹 如果侯友谊没有去选举的话 他那个未要案不会搞得这么多产 你为什么会重复过去失败的经验 韩国瑜不是这样垮的吗 每个人都常常会以为自己是例外 结果抱歉你不是例外 你还是一样 议议会时要问侯友谊什么问题 我要先确定他7月23号23号我还告 其实我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要问他 评论完来因内乱 在批评赖清德的两岸证件 他认为两岸关系只有吃饭 到现在为止他的两岸政策 就是跟习近平吃饭 除了这个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的 左拼蓝又打绿 但如果真的当选总统 柯文哲标态 足鸽不排除与蓝绿合作 先生院长应该由国会最大党来推荐 不排除跟蓝绿两党都有合作的可能 对那一定是这样的 靠着柯皮光环 民众党闯进国会 目标成为第三大党与蓝绿抗衡 这里新闻杨越打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